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是很近的因为疫情在世界上的疫情 所以我们可以分享同样的经验 而且可以继续我们一起联系 但现在希望我们会谈论不同的事情 not just about the virus 好 邓老师 您跟读者和观众打一个招呼吧 各位云上朋友好 我是邓一光 很高兴和伤途先生在云上能交流 我去过布达佩斯 那是一座非常充满活力的一个城市 我希望它在这次疫情中仍然保持活力 那么我现在在深圳 深圳是现在的温度是摄氏30度 好的 感谢两位作家的问候 我能来简短的介绍一下两位作家 首先是来自匈牙利的 盖伯·桑托先生 他是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 是一个当代知名的小说家 剧作家和散文家 同时他也主编着一份 在匈牙利非常重要的犹太乐刊 是担任主编的工作 因为他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就是现代的犹太文学 然后桑托先生他的短篇小说 《1945年归乡》 已经被改编成了电影《1945》 并且拿到了多个国际的知名的奖项 然后此外呢 这个需要告诉大家的是 这本《1945短篇小说集》 也即将推出中文版本 预计在明年左右面试 给大家面试 桑托先生最近的创作的小说 叫做《欧罗巴交响曲》 然后我们的邓一光老师呢 也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小说家 他也获得了许多重要的文学奖项 他的长篇小说《我是太阳》 已经有了英译本 在2017年的时候 在美国已经出版了 此外呢 还有一本小说《我是我的神》 这是小说的名字 2018年也在韩国出版 他也有一些小说 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 那么邓老师 他最新的一个长篇小说 名字叫做《人或所有的士兵》 是在2019年推出的 那么今天我们的谈论的话题呢 叫做书页中的身份 记忆和历史 那么这个话题其实是一个相对沉重 甚至是严肃的一个议题 那么也很高兴今天的两位作家 能够跟我们一起来非常严肃的 讨论一下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注意到我刚才介绍的时候说 桑特先生他的这个 有一个重要的领域 就是现代犹太文学的教学和研究 以及他的写作 而邓一光老师呢 他的系列的作品 尤其是就是最近的这些 包括人或所有这个士兵等等 他也是探讨了一些关于战争 战争中人性的一部分 包括他对于如何认知自己的处境 身份等等的 这样一系列非常契合的问题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将围绕到 这个谈论身份记忆和历史 这样一个相对严肃的东西 来和大家展开 关于两位作家具体作品的讨论 那么我就首先向两位作家发问了 我们顺序一个一个过来 那么首先向桑托先生发问的一个 我自己也是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因为之前谈到桑托先生的1945年 这个短篇小说集呢 马上会有中文译本 然后他也已经有了电影版 那么这个电影的版的这个故事呢 大致讲述了就是二战之后 幸存的两个犹太人 他们呢回到匈牙利的一个某个村 一个村落里边 去找到可能是家族的墓地 然后去安葬他们那些 已经找不到海谷的 只有一物的这些 他是亲人吧 亲人他们的这个 安葬他们亲人遗物的这么一个故事 那么这样一个故事呢 是因为当他们到这个村落之后 这个当地人因为曾经可能对这些有 在战争的时代 对犹太人做过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 所以他们看见犹太人回来之后呢 会有因为负罪感或者恐惧的心理 他们就非常害怕 然后呢对这两个犹太人就很有敌意嘛 最后呢 但是因为这两个犹太人 他们是在提醒这些村民 一种记忆需要被唤醒 那么所以在这个电影 乃至于这个小说里边 是存在着一种张力的 我想请问桑托先生 就是你如何去通过书写 来表达这种 当事人想要换回记忆 而他者想要抹去记忆的这种张力呢 所以在原本的故事 在电影中的两个犹太人 两个犹太人的犹太人 the whole feeling of guilt of the village starts without doing anything so the two two jews they do nothing but the people in the village start to feel the feeling of guilt the bad conscience because they know that one year before in 1944 they left the jews to be deported they they took the property of the jews what the local government distributed among them or they got it on discounted auctions so they have or part of the village have a feeling of guilt bad conscience so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different narratives of the history on one sid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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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ss the feeling of loss the feeling of loss of the relatives the feeling of loss of home is the main uh emotional type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at is some resentment bad conscience feeling of guilt so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parallel narratives in the story and in the in the in in my piece i changed the the perspectives between the foreigners and between the the local villagers that that is that is a source of the drama and in the book uh that is the title story of and the book that will come out in china in january there are different kinds of minority perspective different kinds of minority majority conflicts in the different stories and uh but but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inorities whether it is a jewish perspective whether it is a pupil perspective in front of the teacher or a whether it is a perspective of a child in front of the mother there are always some kind of minority perspectives uh because minority can be ethnic minority religious minority political oppressed minority or the biggest minority minority in in the world ever and always the children uh perspective that that children are the biggest majority minority in the world always and i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how you the cover of the chinese book that will come out in january i hope you will see it it is some some visual effect i hope you can see it 其实呢刚才Gaber就是桑特先生我们把他称为故事因为他既有电影也有小小说这个文学的这个版本 谈到在这个故事里边他如何去平衡和处理这个两种其实是两种应对记忆的方式 那么这就其实帮我们导向另外一个问题其实就是关于呃呃邓一光老师的写作 因为我之前呢也做了一些功功功课啊呃也读过一些邓老师的作品 然后他呢是邓老师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他陆续的曾经推出过深圳人系列 这么一个呃文学小或者小说的这么一个文学的一个事业吧 然后呢他也在这样一个因为大家都知道深圳是一个新型的移民城市呃可能中国人都是这么这么去理解他的 那么对他的深圳的这种真实生活需要去进行考察 也必然会回到他的历史之中去考察考察他的历史 对他现在的这种呃作用吧 那么呃邓老师之前谈到这个深圳有一个很奇怪的 他认为是可能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事情也是对于记忆的处理方式 就是这座新移民城市的人们不愿意谈论他们的历史 也就是说他们不愿意去回到他的记忆之中去 那么也就是说这里边存在一种主体对于记忆的一种抗拒的心理 那么在书写中我想请问邓老师您是怎么去处理这种呃我们把它称之为抗拒的心理也好或者是别的词您是怎么处理的呢 如主持人所说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 它的原住民只有33万人 它现在是2000多万人 所以它是由移民组成的一个城市 我呢是八年时间 用了八年时间一直在追踪这个这么一种现象 就是一个移民城市 它是一个在中国当代变形时期的这么一座城市 所以我一直在写这样的故事 那么我就八年时间出了五本 五部这个中短篇小说集 那么谈到身份问题 那我想把背景呢 就是往拉回到历史上去 呃 以便这个大家能够理解我笔下的这个故事 呃 亚里士多德说过 他说身份是物质物质的构成 他同时认为呢 这个世界存在超自然的神力 也就是呃 事物运动的第一推动者 这就是为什么他主张城邦高于公民的原因 当然在我看来 这个观点在2000年后的今天已经失去了合法性 这里我想举个例子 呃 根据牛津希腊史记载 呃 亚里士多德在正名城邦高于公民这个主张的时候 呃 亚典城呢 亚典城只有4万公民 整个希腊境内呢 自由公民只有16万 那么规模的作者 这个美国作者 呃 威斯特他在谈到城市化 就是当代城市化竞争过程中做了一个统计 他说现在全球每天进入城市的人口是100万 那么我计算一下这个数字 相当于不到两天就多出一个不达佩斯 每21天多出一个深圳 那么现在我们就知道亚里士多德的问题出在哪儿了 他的全部城邦城邦公民只相当于富士康 在深圳企业的一半也就是说他完全没有现代城市和城市人的经验 那么在现代主流化语中间 城市它是时代产物 由精英创造的决定 对大多数渺小的个体 人们基本上是生活在一个小而幼小的环境 比如说狭窄的工作场地 租来的房子 几条长距的街道 有限的交际人群和同样有限的命运自换机会 没有几个人是真正知道时代是什么 城市是什么 知道他们的身份和时代的关系 真实的情况是 城市是用大数据进行管理的 在这一套语言体系中只有福数 每一个个体生命都是代码 他们是孤独的 分裂的 没有同类 现在全球有上十亿迁徙者 他们都在往城水迁徙 人们的命运不是如何在城邦精神中确认自由公民的身份 甚至不是离开故乡 而且再也回不去了 而是在现代城市和民宗失去自己 人类的身份 现在出现了一个很荒诞的颠倒 它不是简单的 自有平等 个性和尊严 这些建立在伦理基础上的内容 实际上它在现实生活中表现的构为复杂 现存理论很难穷尽它的不合逻辑的表现 那么刚刚商头先生的故事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启示说 历史没有立场和温度 那么看上去记忆有 可是在持续不断的身份确认和塑造中 你无法在一个整体的意识形态虚构世界里面通过文学对现实重塑解决个人身份问题 好像我们又遇到了困境 而文学面对的就是这种复杂的荒诞性 总结一下我刚才的观点 在当下的这个时代的语境中间 身份是一种自我扣问 而不是逻辑结论 我们的故事 我们的人物身份在现实里可能有无数的具象表现 但它还有抽象的自信 不然就没有哈姆里特之祸 文学的意义也在这里 它关注人的全部实施 通过文学的确认 那些被强大的主流话语阻挡在表达之外 甚至被改写了的个人记忆 那些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堪的鲜活的那些师征的意志力会逐渐清洗起来 而我们的书写要做的就是发现它 并且给予文学秘密 谢谢邓老师非常精彩的概括 那么我刚才听了邓老师这个非常深刻的回答之后 我自己也产生了一个一个问题啊 就是邓老师 现代社会或者是怎么说有一个时间段内 这个身份它已经不是一个确定的东西 它是一个自我扣问嘛 您谈到它是一个自我扣问 所以说它其实有很多的面向 很多的历史包含在其中的 那么文学要做的事情 可能就是去探寻书写这些我们今天说的主流身份吧 我用一个这样子 主流声音 主流身份之外的人的身份 它的记忆是什么 那么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刚才桑托先生又谈到说少数群体 它谈到了一个少数群体 各种各样的少数群体 种族上的儿童 它认为儿童是一个非常值得书写的少数群体嘛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两位作家 可能桑托先生先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就是说在书写主流之外的少数群体 它们的对于身份的探寻 或者是它们对于记忆的追索的时候 我们往往会碰到 是不是会碰到一些 碰到一些难题 比如说材料的缺失 比如说不同声音 它有自己的立场 它会选择自己的词语 那么作家怎么去处理这些少数群体的身份呢 请桑托先生可以先来回答一下 谢谢 第一个主题 说出来的 我们想重新的重点 大地区域 很多人的区域 大地区域 人们的的大地区按摩 大家在大地区域 科国ному主题 这是我们所谓的 整个小摄影故事 所谓的 very minor social communities a small village where everybody knows everybody or a family or a half family just a mother and a son or a teacher a female teacher and two students so I'm focusing on minority problems but I'm focusing on very small communities and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is just a very part of the society we can also show in a very small community all the problems of the society because it has the interpersonal dramas so the history put their shadow on a very small community to a very small interpersonal conflict when I pick a topic there can be some common problems between the topics or among the topics I choose but the situation is more or less there has some similarity because of the minority perspective and outside this book in another novel of mine in a novel Kafka's Cats for example or my other novel Europa Symphony I put my characters into absolutely different context in Kafka's Cats there is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Kafka manuscripts and the fictional afterlife of Kafka as the main character thinks about it or imagine the potential afterlife of Kafka but what if he didn't die in 1924 and lead another life under another name and try to hide from the family so there is there is another kind of minority problem a minority within the family this is what I mentioned before the child is a minority situation in a family and the oppression itself then that we talk about in several cases in social context the oppression can be happen in a family too so we can have this we can have the family as an example on the social structure on the oppression and we can extrapolate this knowledge to the society where because if there is if there is oppression in a family what can happen in a lot of families because the civilization itself works with this with the educate tool of educations and the education sometimes need oppression and we can talk about the different kind of double identity situation as in one of my story in 1945 and other stories when there is a religious student of a religious school and he realizes that he has another sexual identity than it's it's a different identity than his bond identity he is a boy he is a young young adult but he realizes that he feels herself a lady so he has a double he has a double identity and he he has to fight with this fight to realize what is his identity and how to put the two identities together his sexual identity and his religious identity as he wants to be a rabbi so how to put this this very traditional identity and very modern difficult identity to put together so this kind of identity problems and identity complexes we don't have we can have not just a fight against the society against the rules of the society but it's a very inner conflict as we integrate in ourselves the rules of the society so if we have a different kind of identity then the majority we have this inner fight within our souls within our mind 那么 邓老师 您对这个问题 是怎么看待的呢 上头先生刚刚提到 一个卡夫卡的 帽 可能 几年前 这个 同样名字 的一篇作品 欧洲的一篇作品 翻译到 中国的一个刊物上 不知道是不是 那我回应一下 这个 上头先生 我个人认为 上头先生 这个少数人 提的非常好 什么叫少数人 少数人呢 我可能跟 上头先生的观点 有不尽之处 但是也有疑似的 上头先生 谈到了 孩子 我们都知道 孩子 在这个地球上 是有二十多亿 他不是少数人 谈到女性 女性 有四十亿 三十多亿 四十亿 不是少数人 我们也知道 上头先生 写了 1945 他写了一个 犹太人的故事 我们知道 在二战 的时候 大屠杀 是几百万 这个 犹太人 被杀掉 不是少数人 那我们现在在说 少数人的 意识是什么 意识呢 我们说的少数人 这个背后 他不是 我们 所有的作品 都会从一个 一个故事 一个家庭也好 一个个人也好 进入 但他身后是什么 一个人的生命 是什么 你比如说 这个犹太人 他要 他要 他要回到 那个村庄去 他要回到 那个村庄去 把他的这个 这个家族的人的遗物 埋下来 如果仅仅是这两个 犹太男人 这个故事是不成立的 他带了一个 整个犹太家族 甚至犹太人 我们讲的是这样 所以在这个 少数人 很有意思 什么让他 成为少数人 我还再重复一讲 儿童不是少数 妇女不是少数 犹太人也不是少数 犹太人现在 有1300多万 在全世界 而且他们 在某种角度上来说 犹太人是整个 世界文明的 主流秩序的 制定者 和控制者 不能说是少数 所以 我们讲的这个少数 是指什么呢 是什么让他们 成为少数人 比如说 妇女为什么 成为少数 女性 比如说儿童 为什么成为少数 比如说刚刚 这个商头先生 讲的那个 就是有多种 身份者 他们会成为少数 是什么让他 成为少数 如果我们对现有的 这个文明秩序 现有的这个文明构成 是我们不去理解 它的时候 我们无法 在这些 错终复杂的身份 错终复杂的记忆中 去确定一些 之后 所以 Minority the situation of a minority it doesn't turn on the number of the minority the situation of the the minorities it's a social situation and the social situation make makes them makes their lives difficult children mostly have to obey the rules of the parents children have to obey the rules of the teachers of different kind of institutions so the situation of them in spite of the numbers of the the children make them inferior to the superior parents teachers bosses different kinds of bosses so that makes them a minority and the strength of the children are less than the rulers than the parents than the teachers who are stronger than them bigger than them so that makes them minority the the numbers of the victims of the holocaust are very high the 6 million jews who were killed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it's a very huge number and if you think about them as one community it means a lot but as they were deported from dozens of countries from all over europe they all lived in minority situations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local society so you in spite of the numbers everywhere there were in very minority situation and in front of a big big power in front of the Nazi Germany and the local collaborators they couldn't have a chance to survive or they could have made some opposition as they made some opposition in several countries but they didn't have real chance to survive against huge armies state administrations and the whole machinery of the Nazism so the so the situation of minority is absolutely different from the majority and we we can see sometimes in the mechanism of the literature that the minority voice it's very sometimes it's very difficult to be heard in the big context of the national literature because the national literature have main narratives main characters main institutions and the new voice a new tone a minority voice sometimes it's very difficult to hear so you have to find to be heard with your own voice and it has to sometimes it has to take for years and years when you be heard for example we need more than 10 years for creating that feature film 1945 that the Chinese audience also can watch because it's on the Beijing FIDA video on demand channel so the Chinese audience also can watch the film but we had to fight it for 10 years to adapt the story for film to get finance to be understood by the decision makers that it is a very important story and never told story in European context even in world context and as we got these 20 prize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we got so many countries who distributed the film and we had different meetings with the audience in the Netherlands in other countries several countries and we got the reflections from the audience well this is our story it's it's very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that we we make a particular Hungarian Central European story this is in my short story 1945 Homecoming we adapted into film and it was distributed in South America in Western Europe in Spain in Italy and people reflected on the story as their very own story because they also had survivors after the war survivors of the Holocaust who came back to their villages to came back to their to their towns and meet with the similar situations thank you 是什么让他们成为少数人的 是这样的 边缘弱者底层 是这样的东西成为少数人了 那就是说我们就知道 当今这个世界这个文明体系出现了问题 让一些不该应该被这个正视的 或者重视的成了少数人 比如说孩子为什么成了少数人 那么这是一个作家的发现 我觉得这个正是商托先生 他发现了一个文明体系中被隐喻了的少数 这点非常重要 其实我们从写作上来说 全都是从这个角度进入 我们都是从个体生命进入 我们都从一个故事进入 我们都是从一个人的命运 或者一个家庭进入 我们不会上来就写一个整个世界 因为所有的个体生命 就意味着整个的这个世界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 那我觉得商托先生的这个少数人 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其实犹太人这个事情 他也是也不叫少数 为什么叫不叫少数呢 我讲的是犹太大屠杀这件事情 他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上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注意大屠杀在人类历史上 任何一个地方都存在 我们现在人类历史已经 有的大屠杀 我们能成千上万的出来 中国就有 比如说中国就有南京大屠杀 30万人也没有了 那中国还有在二战时期 还有慰安妇制度 就日本军队的慰安妇制度 这也是把这个 就是我们也可以用少数 少数人这种方式 去看待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很有意义 我觉得今天可能如果交流起来 我觉得少数人这个话题 可以去谈八个小时 谢谢商托先生 那么今天的话题呢 是书页中的身份 记忆和历史 这里是第五届 中欧文学节的活动 尾声 那么也请各位 关注的读者和参会者 继续来关注这个 我们中欧文学节 接下来的活动 那么也感谢 两位作家的时间 那么我们今天的活动呢 就到此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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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毒辉的